歡迎收聽Eric's Talk 我是Eric 然後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我的以前的研究所的好室友 Alex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 畢業之後的一些工作心得 然後他是在之前在越南工作 現在之後等一下要回去了 你就先介紹一下你的 你畢業啊 然後你先介紹一下你自己好了 哎呀 難得 我好久沒有跟文睿這樣子在週末好好長談 跟Eric在週末好好長談一下 也知道啦是不是 對啊 想一想哇 其餘也快要結束了 那最近因為Eric一直都 我們都畢業三年了 大家出社會也差不多也都有兩到三年的時間 想說大家來做一點友誼的事情 就跟他一起來錄一些 錄一些音頻啊 然後分享給大家 現在聊一聊像我們這種出了社會兩三年的新鮮人 都經歷了一些什麼 那像我的話 因為我跟Eric是研究所的室友而已啦 但是我跟他的專業 還是差了十萬八千里 我是學 我是文科畢業的 我是社會科學的碩士 以前念的主要是亞太區域研究啊 比較多的是Focus在 亞太各國的政府與政治啊 還有這個各國之間的國際經貿關係 那之後畢業2018年 畢業之後我先去當兵 那隔年2019年我就到電子代工廠仁寶去服務了 那其實也沒有說做很久 因為很多原因啦 我2019年4月的時候到職 一開始是先到昆山那邊去 那後來輾轉又被主管調到越南 那直接投入營運 越南當時那邊是比較新的營運單位 事業單位 所以很多東西還比較不成熟 一去的時候 做的還是比較瘦忙腳亂 那管理也還是整個的品質還是比較低落啊 所以做到2019年底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點點猛生退役了 那時候剛剛好啦 家裡也有發生一點 家裡也有一點點事情 家人身體健康有一些問題啊 那後來想了一想之後 我2020年 我就先離開人 2020年初我就先離開人保了 那剛好那時候 疫情也爆發 那我當時就也一直在想說 自己可以怎麼辦啊 因為年初爆發 那當時找工作也不容易 所以我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先過完年之後呢 我就在河內那邊先留下來 學了兩個月的語言啦 那其中也是一直想辦法 一直找機會看有沒有辦法留在當地工作 但是因為我 條件也沒有說到那麼好嘛 畢竟剛出社會 那也就只有 當時也是只有快一年的那種 廠內的廠物管理的經驗 所以找工作也還是比較困難 那而且越南那邊的簽證也是說 基本上工作是要滿三年才比較好 才會合發工作簽證 不然的話都是用商務簽證 一直一直續簽的方式 才能夠留在當地 所以去年呢 在各種原因之下 阿秋知也不是說很順利 所以念中的時候 六月就回來台灣 那回來台灣也是跌跌撞撞 直到去年年底才到 風甲大學那邊 就剛好有跟到一位老師 做科技部的研究計畫 一直做到上個月 上個月才結束 那後來呢 因為仁寶 還有在智慧裝置單位 繼續擴大營運 有再找我回去 那現在因為 畢竟我跟風甲那邊的合約也結束了 想說好吧 不然現在找工作也不是那麼順利 我就先 先回去仁寶再蹲一陣子 那另謀出爐 不過現在也做了一個多月了 慢慢感覺還是覺得 誒 電子代工的文化其實也都差不多了 感覺 如果我們母性不是那麼重的話 一個去做的話 實在是蠻痛苦的 所以決定要好好來跟 我朋友啊 好好聊一聊 我們現在當線的這個 台灣的為什麼這個 職場的環境 為什麼會這麼的糟糕 其實我前陣子有跟一個 我有一個高雲同學啊 從美國回來 然後他也是說 就是 因為我那個高雲同學 他是做 在美國 他是在台灣讀完大學 然後去美國 當軟體工程師 然後他有去面試過 美國的Google 然後也有私面試過台灣的Google 然後他就說 就是 可能 那兩個 應該差 就是提供的 營業的 提供的產品和服務 應該蠻不一樣吧 是台灣的Google 跟在美國的Google 台灣其實 台灣其實Google現在做的產品 好像是那個 Google Pixel吧 主要是 就是 搜尋 硬體 很快 可是我同學說 好像也有做雲端 之類的東西 他沒有 他沒有嘗試過那種 比較軟體方面的 對啊 可是 我朋友是跟我分享說 他就說 他覺得 就是美國 的Google 比台灣的好近很多 然後可是 他給的Pay是 台灣的三倍 就是 台灣的Google很難近 可是 嗯 美國的Google 相對好近 然後Pay又是 台灣的三倍 所以 那感覺相對覺得 台灣真的是 很廉價很可憐 也不是說 一破頭要擠進去 但是拿東西沒有別人好 就是在產業鏈算是比較 整個產業鏈 就是在產業鏈比較下游啊 沒辦法 因為我們的產業鏈還是幫別人代工比較多 欸 有時候想一想 這真的 幾十年的 幾十年的 台灣好像都還沒有特別轉型成功 所以一直停留在過去的階段 導致我們這一代人可能 欸 還是一樣繼續代工 繼續奴的命運呢 呵呵呵呵呵呵 對啊 我覺得你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 人保那個 越南的代工廠的一些 工作經歷 跟你回來台灣之後 你在 台北 你這台北不是 那個什麼 你是在台北的金人保嗎 你不是很待過一段時間 就是 你會分享一下 你去越南當台幹 跟你在台北那個 待遇 我不是說 我不是指錢的待遇 我是指說 就是 那個 你 你工作上的那些 心得啊 那些感覺啊 你可以 就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同一家公司啊 你要在台北 感覺 其實剛一開始到越南 其實一開始到昆山跟越南外拍的時候 身邊的人都比我 比我還要年長嘛 畢竟我 我確實是剛出社會就 然後應徵到這種外派的職權 所以可能因為身邊的人都是 都比較年長的關係吧 跟我畢竟有 有幾個世代的隔閡 所以 那他們也已經很習慣那樣 那樣的工作狀態了 所以 我可能還沒有一開始就 這個情緒沒有到非常非常適應 當然 東西上手 慢慢 幾個月後也是有 有上手起來啊 對啊 但是 在困在那邊上手之後 很快也被 調到越南那邊去了嘛 那 很大一部分原因啊 也是我 我自願去越南 因為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就有認識 越南女朋友嘛 我是 比較希望自己 未來日後能夠到北越去發展啊 但是 去了一下 去了一趟越南之後才發現 在越南的 營運管理 其實更糟糕嘛 畢竟新的事業單位 那 那當時整個電子產業的重心嘛 營運的重心 基本上當時都還是在昆山 所以 嗯 人保的主管也不會說放太多的情力 在越南那個地方 那 幾個新鮮人過去的話 那 很多東西剛起步 自然就不會說帶的特別好 管理上面的很多的問題啊 如果被客戶詢問啊 或者是 嗯 廠內自己的單位在集合的時候 我們 都有時候都是有點 有一點 嗯 不知道該如何應付啊 所以 其實那時候遇到越南的時候 也是遇到蠻多的 蠻多的挫折的 對 不同的 不同的一些單位 然後遠端從中 中國大陸那邊夾擊 嗯 壓力也是蠻大的啊 對啊 那 所以 在那樣情況下也在思考自己 欸是不是 其實沒有很適合在 在 當時那個公司發展 對啊 那 2019那時候年底的時候 有蒙生這個退役 蒙生退役的這個念頭之後呢 其實身邊也蠻多的 身邊也蠻多的同仁也 也 陸續有離職啦 因為 他們 也 當時也遇到一個情形就是啊 要 新的產品要過來了 那我們當時 舊友產品都還做得不太好 那 又收到消息說 有新的產品要到這邊來做生產 那 大家怕做不來 所以有一些 其他單位的升管同仁啊 還有那種訂單的單位的同仁啊 也都有陸續離職 那 我在加上自己 後來也想一想說要不要回台灣看家人啊 所以後來也是先離開了 對啊 想一想 當時離開嗎 唉 確實是自己有點軟弱吧 不過 因為 真的在代工廠 的那個時間 工廠文化 那個文化自己也不是說 不是說特別喜歡啊 那 在越南也是禮拜工作六天 就會想說 是不是能夠換個環境再去看看 看看其他 其他的產業啊 如果說我今天不是在這種 這個整個 這個產業店的下游的話 看看能不能夠到 能夠到 也有想到能不能夠去一些其他的 設備供應商啊 因為感覺好像聽其他同仁講 設備供應商還比較 你說設備供應商是指說你 工廠的設備嗎 對啊 產品的設備 工廠 有廠 很多工廠的設備啊 你說像電梯啊 然後空調設備那種的 對啊 那 也材料的供應商 也是有在 也當時也有去了解過一下 但是如果說真的也是比較大廠的話 大概也是 也是蠻超的 對啊 就好像聽說我設備供應商 會稍微 比較不會那麼 不會那麼勞心飛神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就是 因為你是一開始都去越南當台幹嗎 就是 後來 你在關閃 對啊 因為後來我們 就是我 我跟他其實 我們 後來都有 都有回去 回來然後在台北 工作一段時間 就是 我那時候是去 那個 偽創 當 硬體工程師 然後他是 回來台北也是 就是 有在台北的 也是在台北的 人寶 對對對 那時候 有換單位 換到 產銷管理單位 對 但是 但是這個就更cow了 我覺得這個 就可以特別講一下 一開始要回來的時候 因為畢竟 我 我 我不是台北的單位聘的人 那那個時候也是 是越南的 越南單位聘我的 所以其實在 當時在台 台北的人寶工作的時候 他們還蠻 他們不願意發一些固定資產給我 畢竟 不好 不好掛 不好掛部門 所以他們當時 能夠給的資源 也很少 所以 那段時間的工作 就非常辛苦 什麼東西 都要自己帶 那 電腦也被 也被公司徵用 那 很多資料 就這樣子 就是 憑空的就被帶走了 就會覺得 唉 那那時候就蠻失望的 其實我那時候覺得 他 我跟他 那時候 因為我跟他就是 電器都會聊 我那時候覺得最扯的是 他公司竟然叫他自己帶筆電 對啊 所以我覺得蠻瞎的 工作電腦竟然 就是 一般你去一家公司 工作的時候 他都會 就是 發那個什麼 電腦給你啊 可是 可是 他去竟然 他還有自備筆電 是啊 所以就覺得 唉 公司感覺算帳也算得很明 那 又比較摳 那 所以就很 唉 就對於這種文化 代工的整個文化 還有管理啊 其實還是蠻 比較不太 沒有那麼認同啊 但是現在畢竟疫情還是很嚴峻 現在被招回去了 想說唉好吧 至少是一條生路吧 再先 現在做一下 現在也還是 有點騎驢找馬的階段啊 沒有辦法像我這樣 一下子都找到那種 非常非常好的工作 我還在想說 還可以 陸續也在 在 求職網上 一直在看有沒有什麼 更適合自己的 唉其實我也是 可能 唉 就是 其實我們那時候也是 花很多時間去 去嘗試啦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要給大家的建議的話 就是 如果你 在畢業之後 你做了第一份工作 你如果不喜歡的話 或者是你覺得 沒那麼適合你 大概可能 我覺得差不多做一份工作 大概三個月 到半年之間 大概就是差不多看清楚這個工作 所以說未來是長什麼樣子啊 如果你覺得不適合 你就 你就趕快轉換跑道 因為 如果你 在那邊 待個三五年 然後你發現 才發現 這份工作 越幹越不喜歡 那你等到你快三十歲的時候 你換工作 我覺得那機會成本就很高 你會被定型 對啊 唉 同意啦 唉 而且 而且其實 每個世代的背景都真的不一樣 你說像2018年畢業的我們 跟現在 今年 今年2021年畢業的那些畢業生 我覺得這個大時工 大環境 背景都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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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不一樣 今年如果說真的 畢業又要到社會上去磨練 去打滾的那些新鮮人 估計 要更競爭 對啊 更競爭之外 也還 可能 很難去找 傳來會說 可以找到適合自己 或真的自己喜歡的 喜歡的職位啊 對啊 其實 我們說要聊啊 就是 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就是 滿懷的 很多人都領想 結果 也在工作個兩三年 然後就 就是 很多事情你會 看得比較 就是 你會 變得沒有像當初這麼的有 對啊 會覺得 很多社會的現實 以前都會覺得說 你自己 自己啊 好好的學習啊 好好的貢獻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好好的做下去 但是 其實 其實實際到了那個位置之後 不見得真的是 某一回事 這個社會 畢竟還是蠻 看結果的一個社會啊 你今天要認為 表現不好 你 work了多麼 hard 其實別人也不會 不會管你怎麼樣 不會同情你說 你多認真 你加班加多久 但是 那你結果就是不好嘛 你今天沒有 你今天的報道沒有到 老闆想要的績效PPI 那他一樣 也是把你嘴到 嘴到沒有辦法 沒有外走啊 對啊 而且像他們 像你們這種做那個 你們是幫那個 一些 美國的廠商代工的嗎 這種壓力很大 出貨壓力 對啊 我已經沒弄出來 就是 你要是客戶要的量 你沒有 你工廠沒有做出來 而且 而且完全就是夾在 兩個方面的壓力啊 一部分確實就像 就像Eric剛剛講的 欸 訂單的壓力 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準時 按照客戶的時間 出貨到他指定的地點 那另外方面的壓力還 還來自於 材料採購 哇 那今天真的供應商 供應 供給不足的時候 哇 那你工廠內 到底要怎麼樣去調整 就會顯得更加困難了 所以代工這個角色 真的是 很不好做 對啊 就是 可以給 之後可能畢業 你有想去 東南亞的 海商的 一些代工廠 做台幹的 一些 後面的 學弟學妹 一些參考 一些建議啊 他的 他的經歷是蠻 蠻值得 大家參考的 尤其是對 想要外派的人 其實外派 真的 外派 外派一開始 真的 如果說沒有辦法找到外商的話 基本上從台商 台 台器著手的話 還是 真的大部分都是代工的產業啦 你今天不論從傳產 然後再往 再一直到 到什麼 電子業這些的 反正基本上都是 勞力密集的產業 那 你就是要 把你自己 也非常非常多的精力 跟工廠 要有時間啊 跟工廠綁在一起 那去盯 非常盯著 盯著生產 盯著產品 所以 如果說真的是 很很有心 很對於生產 很感興趣的人啊 如果說 投入代工 那應該 自己也會有非常非常多收入啦 那我一開始抱持的想法 就是有點想說到 到東南亞或者是 到亞太其他地方嘛 當時也想 當時一開始去中國大陸 就有想說 要到 海外去闖一闖 看看這個 看看一下世界 但 真的做了這份工作之後呢 覺得自己沒有到 非常合適吧 如果說 打個分數的話 10分 1到10分的話 我覺得自己跟這個工作的適配性 大概在 6分到7分而已 對啊 因為這種代工廠啊 畢竟 我覺得 只要是台商的工廠 都會跟軍隊有點像 對不對 是啊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是一個 滿懷理想啊 又對自由 真的很嚮往的人的話 你到代工廠的話 應該會覺得自己 跟這邊 稍微有 會有一點格格不入啦 對啊 尤其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真的都 自我意識也比較高 也比較 有自己的一套理論跟道理啊 所以 當你到工廠的時候 看到非常非常多 覺得自己 覺得不太合理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 那你又很 無力改變這些現狀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在 你沒有辦法改變環境的話 你就要設法去 去改變一下自己啊 對啊 對啊 就是 你不要 應該說 出來工作的時候 你就不要想說 你可以去改變那個環境 要嘛 你就自己 自己走路啊 要嘛 其實出社會之後 真的就兩條路啊 沒有人會理你的感受 真的啊 出社會之後 目前我感覺歸納心得 就是說 要嘛 你這個人就妥協嘛 要嘛你就 改變自己 你要嘛 你要嘛 去多學一些東西 你有機會 跳到不一樣的地方 對啊 要嘛 就就就 只有這兩條啊 妥協跟改變自己了 沒錯 我們聊一個比較那個好了 聊一下比較輕鬆的話題好了 你覺得 你覺得 你怎麼看就是 你覺得越南 的一些狀況啊 還有未來的一些 發展之類的 聊一下你在越南看到的 所見所聞好了 越南嗎 越南 越南 就我 我第一次到越南的時候 是2017年 那時候是旅遊 去跟我女朋友去看一下 他的故鄉啊 那第一次去的感覺 也就印象來講也蠻深刻的 嗯 一方面人 確實 非常非常多啊 你走在 我那時候去的是北越河內 那 大街小巷的那個人 人流 人口流動率就非常非常的高 就跟台北非常非常的像 但是整個基礎建設啊 還有硬體設施這些東西呢 還是非常非常的落後 也不曉得 也不曉得像多久以前的台灣啊 但是至少能夠感覺出 沒有當地的政府 應該是沒有定期的在 在修正 那 紅包文化 對啊 所以一方面 對啊 一方面 越南畢竟是共產國家 所以可能 有紅包這種官僚的文化 非常非常盛行 所以 可能做很多建設的時候呢 效率就不怎麼樣 很多時候很多事情 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塞個紅包 可以過去敷衍了事 對啊 那 越南 欸 硬體啊 跟基礎建設 落後歸落後啦 不過 我感覺那邊的人啊 其實面對那樣子的大環境 還是比較自主的嘛 你說他 資源沒有像我們那麼豐富 薪水 人均利比也沒有我們高 那 生活品質也不是說那麼的好 但是他們的人 滿 滿 滿足於 滿足於現 對啊 不要純樸啦 滿足於現狀 就覺得滿珍惜當下 所擁有的 可能也跟他們經歷過 上個世界經歷過 那麼多場戰爭 應該也 也有一定的關係吧 如果說真的 苦過的人啊 走過 一路走過來 就會對現在 現在越南所擁有的這些發展啊 感到 感到特別的 特別珍惜吧 對啊 那 你說要說 越南將來的 整體的 社會發展的話 整個社經發展的話 整個社經發展的話 其實我覺得 一個國家的社經發展 跟他的政府 還是滿息息相關的 這個國家 雖然說他在很多發展的 方面都具有相當的潛力啊 你說勞動力 勞動人口 這個非常非常的多 那相對市場也當然就很大 對啊 那 但是有沒有辦法把這些資源啊 這些國家自有的紅利 好好做運用分配 那 很大一部分就來自於政府 政府的決策嘛 那 以我目前看來 越南的政府 他雖然說也是共產黨政府 那 共產黨政府 一貫還是一樣啊 畢竟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官僚的 官僚的一個體系啊 所以 今天他會不會把資源 又能夠有非常非常好的利用 其實都是一個未知數 對啊 像越南現在 取得疫苗的情況 其實也不是說非常的樂觀 原本越南政府也打算向國外購買疫苗 但是其實 越南政府自己 現有的 現有的經濟能力 是不足以支撐去購買疫苗的這筆經費 所以還特別成立一個基金 希望 希望民間啊 還有各大企業啊 那大家一起 能夠投入 自己 國家也可以研發疫苗 或者是購買疫苗 成立的這樣一個基金 就是蠻能夠看出 越南政府 越南政府在推動非常多重大的政策上面 其實是 就是心有餘力不足啦 他可能真的很想要做 但是他的 他是 因為整個政府的 整個結構的很多的關係啊 他推動不了 所以我覺得越南 在幾年 在這幾年應該 可能也會像中國一樣吧 不會說 過去幾年已經經歷了一個蠻高度的成長 但是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我想 應該也是會慢慢的持續的放緩啦 越南應該也會經歷一段 陣痛期 可能沒有辦法再拿到這麼多 像以前大家講的 中美在貿易 對啊 以前都會覺得說 會有這種轉單的效應嘛 中國大陸的企業要撤到東南亞去啊 但是現在 看起來 東南亞各國陸續失守 那 中國大陸在防疫方面 做的 也是 對啊 可圈可點嘛 所以 以前好像說 我們台商 在 中國 那邊的代工廠 就是 很多都打算要撤到東南亞 越南 可是 對啊 就是 可能會 我覺得可能會慢慢 又 可能這個進度會往後演吧 是啊 我也這麼覺得 我覺得 畢竟 整個供應鏈啊 那個產業鏈在 中文道生根了那麼久了啦 真的要到東南亞去 把這整條供應鏈帶起來 應該還是有蠻長一段時間要走的 對啊 對啊 所以我對越南 你要說經濟發展嗎 我也不會說要特別的看好啦 就應該會慢慢的 非常平緩平穩的這樣發展吧 不會有像之前那樣高度發展的情況發生 對啊 但 這國家還是 不賴啦 到最後 人 最終神秘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 國家也會啊 其實今天他經濟不發達了 他一樣會有自己生存的方式啊 對啊 所以其實 不知道我覺得 其實很多事情齁 其實 還是 你還是要自己去多嘗試 多摸索才知道啦 知道你自己 到底想要 想要什麼東西 剛出來工作通常都是這樣 對啊 那你 你會 如果現在 就是 你會建議 大家在 就是 外派嗎 就是外派的 你講一下 你去東南亞外派的一些 有缺點好了 我覺得 現在的話 你要說像今年 這個年頭要外派的話 我倒也不會說 真的很推薦 因為 畢竟現在東南亞的 東南亞的這個疫情嘛 尤其是像 7月中下旬之後 馬來西亞還有印尼 又 持續的開始爆發 那 那 越南是從5月開始 疫情又重新升溫 那 泰國 泰國也是一樣啊 陸續有接種疫苗 但是 7月開始之後 情況也是 越來越不樂觀 所以 因為疫情的 整個情況還是比較詭訣啦 那 你說現在 現在如果說要讓 現在剛出社會的人 的那些年輕人 嗯 我覺得如果說 外派的話 好想 對啊 一方面你要有相當的勇氣 要有相當的勇氣 而且 你去的話 你假設 比如說像 這一兩週 南越 南越的平洋城 都陸續有很多的 陳毅啊 這些工廠都 都已經停工的話 那 你 隨時都要面臨一些 可能比較嚴峻的情況 你可能也有可能 要被抓去隔離 或者是你要面臨 放五星架等各種狀況 所以 所以 在現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外派 沒有說 不會說是一個 很明智的選擇啦 現在 這個階段 不如 我覺得應該就是一個 修養 修養生息的階段 對啊 都說窮者不占其身嘛 現在這種階段 就是跑 把自己 身體健康顧起來 然後 把自己充實 充實 等整個情況豁達了 再出去充充 我覺得反而還比較好 對啊 所以你可能 現在剛畢業的人 然後可能可以在台灣 觀望一下 找個台廠 待個可能一兩年啊 之類的 然後 但是我覺得最終 如果你想要有 比較好的發展 有機會的話 還是 到國外去看一看 會比較好 有機會的話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辭職就這麼小 可是台灣的人才很多 是啊 台灣人才那麼的多元 那 其實真的不見得台灣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工作市場能夠滿足 滿足所有的 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啊 那 如果說沒有辦法滿足 你的時候啊 就要向外去 去探索一下 去看看 是啊 其實滿多人也都是先在台灣 可能工作個兩三年 有一些 工作經驗啊 或是社會經驗之後 然後可能才 不管是透過工作的方式啊 或者是 透過 可能留學的方式 然後 到國外 然後再到國外發展 這樣子 對 的確 所以如果說 嗯 因為我覺得其實 如果你 你是一個 可能 壽事畢業生 然後 在 台灣 如果是 文科的啦 那我沒有歧視文科的意思 但是就是說 我覺得在台灣的話 文科的發展真的 就是跟 可能理工科的 比起來會 稍微 命運 真的大不同啊 對啊 對啊 所以 還是 就是可能鼓勵大家如果 如果有機會的話還是 如果你剛好有個海外的機會的話 你就 最好可以 把握住 當然你可以 評估一下說 你的 就是安全還是最重要的啊 當然 如果你要外派當台幹的話 你還是要評估一下說 這家公司 他給你的 安全防護啊 或者是一些健康醫療保險啊 這些 這些 夠不夠 還有就是說 你的 可能 你的住宿啊 交通啊 伙食啊 這些公司有沒有幫你安排好 這樣子 那評估如果你覺得OK的話 其實 出去闖一闖也不錯啊 如果你 真的到最後不適應 回來台灣 也是 在履歷上也算是一個亮點啦 嗯 的確 但是還是要跟大家講 做事情 做事情要有熱忱啊 真的今天做一做 我覺得自己如果說真的 沒有說對這個事情 有這個熱忱的話 那就要趕快去看看 有沒有 有沒有自己更喜歡的事情 那就往那個地方再 好好去 去發展啊 對啊 就是因為當你 其實現在 大部分人 大家可能 嗯 如果以男生來說的話 畢業 畢業可能都差不多25歲嘛 那可能當 當兵 現在當兵四個月嘛 當完兵之後可能就快26歲了 你等於離30歲 你大概就剩 三到四年的時間 可以去探索你的職業 所以你 其實這時間很短耶 你不覺得我們好像 好像 感覺剛畢業沒多久 然後一下就過兩年了 對啊 很快 時間過很快 對現在來回顧一下就會覺得 其實時間過得很快 但是當下啊 在做的時候 很辛苦的時候都會覺得 哇 怎麼會特別久呢 對啊 其實 很多事情都相對的 其實念研究所的時候還是 還是蠻開心的啊 最 最開心的時候 對啊 讀書的時候真的 以前都不懂得讀書的好啊 就會覺得 常常會覺得說 哎呀教授機車怎麼樣 在論文寫不出來怎麼樣 那樣壓力 但是 其實真的出社會之後就會發現 哎那些都不是個事 畢竟 在念書的階段 你是最能夠去 去實現自己的時候 好 那今天很謝謝 Eric 不是Eric 我自己才是Eric 謝謝Alice來接受 啊 來跟我們 就是聊聊 他在越南的生活啊 然後外拍的生活 那希望可以 其實我做這個頻道 是希望 如果我們有一些職場上的一些 經驗啊 經歷啊 可以給大家 做一個分享啊 做一個交流 那也很感謝他今天 啊 播空來 就是 來跟我一起錄了一段這個節目 好 那我們 我看一下我們時間應該差不多啦 那最後 謝謝Alice啊 不會不會 有機會的話還蠻希望 還能夠再多 跟你一起來錄這種頻道 把自己的見聞啊 還有心得 多跟不同的人分享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 大概錄到這個囉 嗯 好 嗯 我是Alex 大家拜拜 拜拜 好